如果m加n小於0 m乘以n會大於0且 那麼下列的敘述合者正確 m加n小於0 兩數相加小於0 這裡其實沒有辦法判斷出什麼 那麼如果說是m乘以n大於0 這裡可以判斷出來說 這兩個數目字是同樣的符號 同為正或同為負 那麼兩數相加又小於0 所以我們這裡就可以判斷 m和n全部都是負號 同為負相乘就會是正號 相加還是小於0 那麼這裡說 x會等於10的m次方 y會等於10的n次方 這個m是負數 這個n也是一個負數 我們在判斷a是說什麼 a說x小於0 y小於0 這個負數的意思 指數的部分是負數的話 它代表它是小於1 好比說我們說10的負一次方 它不是說小於0 它不是小於0 它的意思是說它會等於十分之一 它是小於1 好有沒有了解 所以這個地方敘述是錯的 x加y會大於1 這個不對 這個不對 你說1百分之1 小於1 那麼千分之1 小於1 兩數相加就會大於1 不見得 更何況這裡是小於1 這句不對 x是負數 x是正數 這裡是小於1 增分數 再乘以增分數 它小於0 也不對 它會是小於1 這個地方也不對 好接下來呢 我們來判斷 最後一個 好 最後一個是這裡 這一句 1-xy 有沒有大於0呢 1有沒有大於x乘以y 嗯沒有錯 就是增分數 再乘以增分數 它會小於1 我這裡幫大家解釋一下好了 為什麼增分數 再乘以增分數 會小於1 其實很簡單 好比說 我現在跟你講說 有一個2分之1的蛋糕 2分 2分之1的蛋糕 它的一半 2分之1蛋糕的一半 是不是4分之1 增分數乘以增分數 它還會是增分數 好 所以說 增分數乘以增分數小於1